她在TVB装演不安分的女人,每出戏都勾引男人。没想到皮肤嫩白的她已经接近40岁了,真是看不出。 TVB最近比较有讨论度的剧集就是,这部由黄志文主演的《三个女人一个音》。 除了表现亮眼的女主角,剧中的Helen李璧奇也是大家想看的角色。 剧里李璧奇暗恋CEO陈志,时不时就色又胸压沉至深,不说大家都看不出李璧奇今年快40岁,皮肤和身材都保养得很好。 许多网民发现李璧奇在许多剧里砖演活不安分的女人,她一出现就知道她是心怀不轨了。 比如说她在《三个女人一个音》,暗恋陈志深就色又她,在同盟里觉得自己的老公林自善没用,就跟她弟弟熬家年上床,在绿正强人里为了瓜分料记者一一身家,不惜停上踢爆老公性无能要离婚。 还有很多例子数不完,网民个个大赞她演技好,眼睛会放电,能演活角色。 李璧奇得知观众有刘立她的演出也很惊喜,该问有朋友刘逸,能够留下印象是演员的最大满足啊。 记得之前出剧《轮运和二》,《天眼时》,个个画我戏警察好正义,中间人,绿正强人时,大家画我专业人士形象好深入民心。 所以你画他们几投入? 正呀,其实李璧奇不单只是个有演技的绿业演员,她还是一个才女,还没入行时,李璧奇曾当选2000年进大校花冠军,她当时在大学读音乐系助修声乐,可惜之前参加星孟传奇表现不稳遭淘汰,不然她现在可能跟郑俊红他们一起唱主题曲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